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缘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未来一年,总算熬出头,三生肖生龙活虎,喜灯龙门,翻身遍妇人,生肖蛇,鼠蛇的人,一贯来都特别的精明。 谨慎之右慎,他们有时候会显得多疑,但其实是深谋远虑的表现,一定要把事情都想清楚才去做,所以不至于让自己有闪失。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,鼠蛇人将会收获更加顺利的好发展,积极的心态能够成就他们的大业。 未来一年里,他们可谓是生龙活虎,登上龙门,事业做大做强,家庭也美满幸福。 从此在成功的路上越走越远,没啥后顾之忧,生肖猴,鼠猴的人精明干练,他们点子多,有很多赚钱的方法。 在未来一年,生肖猴逢凶化吉,他们在事业方面有贵人的协助,能够心想事成,一扫过去的运势不佳。 在事业方面,他们很有灵感,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,有一番不寻常的作为。 未来一年,属猴人财富方面,带来一些意外的好运。 高校完成工作,得到很多赚钱的机会,钱财入库,一顺百顺,财运上获得很多好运气,切勿冲动消费哦。 生肖牛,鼠牛的人本分务实,做事积极努力,是一个很有责任感,也很能吃苦的生肖。 最近一年里,鼠牛人总算熬出头了,可以通过国印,正财极星的到来,生肖牛人运势全面看涨,事业再上一层楼。 对于他们来说,只要他们能够抓住机会,好好表现,必将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。 家中有喜事,财员滚滚招进门,献煞旁人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员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一辈子都不会穷的生肖。 每天过住数钱的日子,有些人一出生就是付贵命,不会穷,就像这些生肖,他们聪明才智,每天过住数钱的日子,没什么好难道的了,天生好运多,钱财基本可以不请自来,属羊的人命中有福气,他们好运多,财运表现不错,有贵人相助,他们适合经商发财,他们属于早年比较辛苦, 但一到中年就好运连连,横财运连连爆发,赚钱越来越多,注定能够成为大老板的他们,事业节节高升,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好财运, 属属的人,天生就有个精明的脑袋,他们会从生活中的种种细节,挖掘出自己需要的部分,甚至更有甚者,会把不属于自己的部分,也转变成属于自己的, 没错,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特异功能,因此才不会在生活中吃亏,只要他们不吃别人的亏就好了, 属羊人是天生的理财手,他们天生拥有无拘无束的性格,和浩强自信的做事风格, 对于他们的钱财,70%会来自于理财,无论是股票还是基金期货,或者是贵金属理财,属鸡人统统在行,属鸡人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, 哪怕有99%的必赢机会,他们也会谨慎而行,是想这样的属鸡人,怎么可能抓不到钱呢,怎么不是天生的富贵命呢, 属猪的人聪明,活泼,在生活中能够有不错的运气,对待任何事情都会乐观积极, 这使得他们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,能够用很好心态去面对,处理起事情也是尽然有序, 办公效率非常的强,对待他人会和和气气,能够相处得比较融洽, 待人真诚,往往可以得到别人的真心对待, 10号以后运势会有所好转,生活尚会顺顺利利,好运相伴, 事业上会有不错的发展,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,获得比较好的成就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总是不服输的四大生肖,越挫越勇,苦难是动力的催化剂, 苦难是一本起志的经书,苦难又是一位深沉的哲人, 苦难是人生一道,永远开放住绚丽花朵的风景, 不经过挫折,怎知道路之坎坷,不经过磨练, 怎知意志之坚强,只有在人生道路中与苦难交锋, 才知苦难也是一种财富,人不是战胜痛苦的强者, 便是屈服于痛苦的弱者,蜀龙的朋友, 有一颗追求事业高度的心,也会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, 保持冷静的思维方式,发现潜在的困难,并且一一解决, 最终,凭借自己坚强的毅力, 生肖龙能够赢得事业上的辉煌, 也能够顺利赢得财神的偏爱, 因为不畏挑战,所以生肖龙能够, 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,拼金斩棘越挫越勇, 最终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,迎来富贵入门的机会, 从生肖命理来看,生肖猴有争强好胜的表现, 他们聪明激进,不肯服输, 所以当属猴的朋友遇到困难时,往往不会轻易甘休, 而是选择迎难而上,破除难关,直到获得最后的成功, 凭借不畏挑战的精神,生肖猴也能够赢得命运的眷顾, 不仅能够迎来事业上的高升,也能够获得生活中的富贵, 他们越挫越勇,最终成为财神偏爱的人, 在属鸡人的身上,也会有不畏挑战的表现, 他们精力旺盛,有直面困难的勇气, 而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,生肖鸡才华横溢, 能够轻松找准突破点,从而赢得财神的瞩目, 随着年龄的增长,生肖鸡能够除了越挫越勇之外, 还能够圆润地处理好困难和挑战, 最终迎来富贵迎门的机会, 日子越过越顺遂,福气也越来越多, 沉默寡言的生肖牛,身上有一股执拗的劲头, 在困难面前,当别人选择放弃的时候, 生肖牛却会一言不发地迎难而上, 因为不怕挑战,所以生肖牛底气十足, 也能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水准, 最终将困难踩在脚下,顺利赢得财神的偏爱, 随着生肖牛的成长,他们将迎来更多的挑战, 也将获得更多的成功和福气, 最终能够富贵迎门,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 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